2008年,一批家禽業代表示威 不滿活雞日日清政策 到中環示威期間,更加企圖衝出馬路抗議 三、四個示威者不滿局方遲遲未有回覆他們要求 和食物及衛生局局長周一樂見面 衝破警方的防線,走出紅棉道 警方立即截著馬路的車輛 將示威者拉回路邊 警員又捉成人鏈 以防示威者再衝出馬路 期間封閉一條行車線 很簡單,按市場的需求 根據我們相互的統計 一至星期五 星期一至星期五 就要2萬5日 星期六至星期日就要4萬日清交公園 他們之前在美利大廈 已經多次跟警員推撞 他們下午到美利大廈抗議 指政府實施街市日日清政策 又減少活雞入口數目 令雞價飆升 市民要吃貴雞 又影響所有活家禽批發從業園的生計 為了防範禽流感傳播 政府除了推出雞隻日日清政策之外 亦都提出由中央集中逃載活雞 但計劃最後無疾而中 就算了